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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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好 我是盼心靈 盼 信用的行為的行 我是 台灣民政府 是負責 台灣體育運動 這部分的工作 我們台灣民政府 漸漸就為 這個順遂的 這個論述的改端 進入 那個政府 是這個 在造成的改端 我請問一下 我說台語 不知道聽得懂 年輕的都聽得懂 政府 政府 包羅萬象 包羅萬象 體育 運動 原來是其中之一 所以這裡有 今天 安排 體育運動 在這裡的這個庫町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今天要說的一個題目 就是有關 台灣體育運動 中的回顧 和展望 在我還沒進去 我這個 這個地方以前 用我 中央介紹 我台灣的體育運動 我漏漏長了 怎麼輪到你來 在哪裡 在說 我想我就有必要 跟大家 稍稍 中央介紹一下 在說 我從小時候要運動 比較不愛託主 因為我家裡 在台北 台北 台北師範學校 師範學校 現在就是 叫做 台北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 我那個翻過牆 就是他們的運動場 所以我就從小就會 跑到那裡去 去運動 看人家 在那邊 在跑 我好喜歡 台北師範 他也是有那個 體育科 體育科 我就 他看到我 這小孩子 胖胖的 蠻可愛的 就 都 教我 教我怎麼樣去運動 怎麼樣跑 我 那個時候他們是高中 我是初中 他們的老師 在現在 台灣的鐵育界 裡面 是一個騎勞 騎勞 就是吳萬福老師 那如果在鐵育界 在台灣鐵育界 如果說到這個 吳萬福老師 大家就 都 都動頭了 在 六十年前 我就對他 六十年前 我就對他 在運動 他 他 他可以說是 台灣的鐵育界 裡面 會 運用 運動科技 運用 運動科技 的 一個 前輩 所以我 我跟他 跟他 運動的時候 我韓家 也去參加他的 韓訓 韓訓 哇 都是 都是運動科技 都是用運動科技 我 我是喜歡 短跑 結果 都要這樣做舉重 要做舉重 爬樓梯 做運動 經常 跑 間隙跑 這是運動科技 但是 實際上 老師叫我這樣做 我就照這樣做 但是心肝 為什麼要做 我跑 跑就跑 幹嘛 還要去舉重 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觀念 運動科技的這個觀念 還沒有 但是 我 我就 講一講 照這樣做 我去參加 中上年運 那時候叫中上年運 現在就叫 高中全運 高中全運 我那時候也 照樣拿冠軍 我 現在假如說 全中運 冠軍 我要申請大學 申請學校 那很簡單 那時候就 連建築也要 但是 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一生 一生最大的願望 最大的願望 就是 我要當國手 我要當國手 一試就好 一試就好 現在 現在我知道 台灣都沒有說 所以說 國手 好像這個名詞不太對 但是也 沒辦法 已經 已經說幾乎十年了 我就 我 我就 一生的最大的願望 就是要做國手 但是你們各位看我 我的身材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殊 你想要當國手 沒了都沒有 所以我這個願望 始終沒有辦法得到 那麼我後來就慢慢放棄了 說這個願望 我沒有辦法達到 因為自己本身的身材 我是田徑的 田徑來講 我這個身材 是不夠標準 想到1968年的時候 全世界風行的 一個日本的武術 叫做空手道 karate 船到台灣來 哇 我一看到這個 我已經仰慕了好多年了 看那個007有沒有 007 這個是空手道 空手道 我想 日本是能隔壁國 建議好的東西 都團體去 後面去 後面去 台湾都沒有了 我很羨慕 到1968年的時候 終於來了 我得到這個消息 馬上就去報名 馬上就去買衣服 當天晚上就開始上課 按照他的規定 是說一禮拜練三天 我一禮拜練六天 他們一禮拜練三天 很認真 所以三年以後 到1971年 1971 說要參加世界比賽 我們參加世界比賽 要選拔 我就 快點去報名 去參加選拔賽 打到這樣 我那一天是腦震盪 腦震盪 可是啊 讓我當選 我終於 終於達到我的願望 當來一次的國手 後來我就到 到那個 到東京 那一屆是東京 就是世界空手道錦標賽的 第二屆 四屆 第一屆我們來不及 是第二屆 在東京舞蹈館 佛杜港 我拿到的是團體的第三名 團體第三名 表現得還不錯 真的表現得還不錯 回來的時候 我們老師跟我講說 你是我真正的最好的 我最喜歡的學生 因為我長起來有點像日本人 白白胖胖的 我終於得到 得到 我的願望 達到我的願望 當了一屆國手 然後我就知道 已經三十歲了 那時候已經三十歲了 還要再當選手是 運動員來說 三十歲就已經結束了 競賽的年齡已經結束了 我就退出 去考教練 教練執照 那就是說 剛剛 日本的老師他們 我的老師全部都是日本 總共有十二個日本的老師 在這邊指導 他們認為說 需要 有必要栽培 台灣的幹部 所以就舉辦 第一屆的研習生考試 研習生考試 研習生考試 還不是教練 你可能要考來當學生的 我還記得那一次的那個 那個考試 因為是第一屆 我們也沒有看過 什麼叫做研習 Can you say I can 要去報名參加 總共有 全台灣總共有差不多 將近二十個 就去考試 那我是其中的一個 後來那個考試 後來才知道 他們叫做煉獄 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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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有五個老師打你一個 有五個老師 我們一個都打不過他了 他還有五個老師 但是他那個是 有點形態不一樣 他跟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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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對一個 打一個人打三分鐘 你打他 他就不打你 他就擋啊 擋啊 擋啊 把他躲掉 你打打打 你會累啊 你想喘一下的時候 他就打你啦 喔喔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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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我心裡想說 踢到熟悉部 他就 喔 蹲下去 我們假裝說蹲下去 人家就不會打了嘛 對不對 一般就是這樣子 不是 他給你抓起來就用摔的 我們才知道說 喔 他不管你的啦 打到牆壁 打到貼在牆壁 他給你摔一摔摔在那個中間 然後再踹啊 你啵啵啵啵起來 就這樣啊 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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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三分鐘 打到你最後已經不曉得怎麼辦 還有一個 一分鐘 那個一分鐘 他就不管你啦 他就 你打他 他也照樣打你 打到牆壁 打到牆壁 真的耶 欲哭無淚 不知道要怎麼辦 你也不曉得要怎麼樣喊停啊 你也不願喊停啊 但是他就 他怎麼樣呢 你只要有反抗 你只要他已經把你練到 你已經人都虛脫了 那個靈魂都出竅了 但是他還是要看你 你還有沒有想要 還想要喊我 還要反抗 只要有這個動作出來 他就OK 通過了 他不是你姿勢好不好啊 你打得有沒有夠厲害有沒有勇敢 那個已經沒有了啦 人 靈魂都出脫了嘛 都出脫了 他就看這種情形 你還有想要 還有這個動作出來的時候 他就通過了 最後選到五個 全台灣去選到五個 我是去啟動一下 後來開始做學生 開始要讓你做高年 沒有 他現在開始幫你上課 來幫你上課 如果他課 你就要去上課 都要去上課 做日本老師的祖書就對了 分年兩年 後來開始正式 你才可以做高年 我這個教練實在是真的不好當 不好哭 到 這是 1973 到1982年 我才去第一次做到 國家隊的教練 國家隊的教練 是小教練 最小的那個 做超 跑 跑鐵人 就是我當那個教練 慢慢地去拷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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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м 1994年的時候 199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亞洲運動會 亞洲奧運會 他正式的名字叫 亞洲奧運會 他第一次承認空手道是 接納空手道成為 亞運的正式項目 我就順理成章 就已經當 國家隊的 亞運的教練 1998 每四年一次亞運 1998 我就做 中教練 再四年 就是兩 清空兩年去 普山亞運 我就最後一次當總教練 因為年紀大了 六十歲那個時候 我說 結束 因為那個壓力我受不了 那個壓力太大 一天到晚都有 政務官員來參觀 參觀了以後他們 就到你訓練場去 他就會問你 問那個總教練 有沒有金牌啊 我的天啊 金牌哪那麼簡單 要拿金牌 要拿金牌就要 天時地利人和 加上訓練 你訓練說很好的時候 你天時地利 不一定都是在你的手裡 要拿金牌 我要拿第二名或第三名 還簡單 還是比較簡單 你打第一名 那真的是非常的 可遇不可求 不錯 我在94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拿到 亞運牌 98年的時候 就有一塊金牌 2002年的時候 又沒有金牌 因為那個 當國家隊那個教練 沒有那麼簡單 就要帶出國去 亞運四年中間所有的 國際賽年都要參加 而且還要準備兩次的 兩年一次的那個 那個疑慮訓練 疑慮訓練都跑到歐洲去 一去就是一個多月 你教練還帶著三十個選手 到歐洲去 你十一住行 全部要由你來負責 所以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到釜山亞運的時候 我就宣布退休了 退休以後到2007年的時候 2006 我才第一次接觸這個法理論述 這個法理論述 我才看到 喔 這個才是我們需要的 台灣真正能夠救台灣 就只有這一個 因為我是1990年 我就加入那個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 1990年 那一年是我 我 我是89年 89年從沙烏地阿拉伯回來 我奉派到沙烏地阿拉伯去當警察 警察學校的教官 做高官做兩年 回來 回來的時候 剛才碰到 說 李靖輝說 李靖輝說 李靖輝要重新來 把他翻案 我就是 李靖輝的受難家屬 我短短 短短 十天裡面 我家裡損失兩個人 兩個非常重要的人 一個是爸爸 一個是二哥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一直都是在社會運動 到今年 到今年也是一樣 差不多 任何那個 有關228的社會運動 都會搖槍我去 搖槍我去 所以我 我對社會運動 我對社會運動 不是很陌生 都並不很陌生 所以我看到這個 法理論述 我說 台灣有救了 我說一頭栽進來 一頭栽進去 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過去的經歷 所以我自動的我就 站在那個 林秘書長的旁邊 站了幾年以後 美國的CIA跟我講 你現在很有名 我說我有什麼 我這個人一向都沒有名的 他說你是已經被認定為 CIA認定為你是林秘書的 林秘書長的貼身保鏢 林秘書長沒有跟我這樣講 我也沒有說我來當你貼身 沒有 但是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 已經有我這個紀錄 我就是貼身保票 謝謝 我也覺得我很幸運 我也覺得很幸運 就一直是這樣子 就一直是這樣子 跟那個 2010年的時候 林秘書長跟我講 美國 叫我們 要阻隔 台灣民主要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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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辦法阻隔 你考驗我們的林秘書長 所以說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林秘書長就跟我講 保證你去接體育運動 OK 我說OK 沒有 我說我不能接 因為什麼 因為我在體育界裡面 體育運動界裡面 已經60年了 台灣的體育運動 起 落 又起 又落 我都看過了 我看不是 第三者站在旁邊看 我是 就在那個波浪裡面的 其中的一員 所以我知道 台灣體育運動要行是怎麼來的 現在怎麼落 現在是屬於低潮 現在在我的耿光是屬於低潮 但是我們現在 國有 我們台灣出的世界一流的選手很多 那個時候都是從1994年那邊栽培起來的 那個時候他們都是初中啊 高中啊 一直到1998年的時候 台灣的那個體育運動 打到最高峰 打到最高峰 那這裡開始 鬆一下又落 為什麼怎麼落 為什麼怎麼起立到最高峰 我都非常清楚 因為我就是當事人 所以我就跟林波叔說 OK 我來接 沒有問題 我有自信 其他的我沒有自信 我不敢說這個 如果說體育運動OK 沒有問題 這就是我一生 在體育運動界裡面 60年的一個簡單的經歷 現在才要進入我的主題 台灣體育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什麼叫做體育運動 體育就體育啊 運動就運動啊 怎麼體育運動這麼複雜 好像是兩回事 其實我現在跟各位稍微解釋一下 體育運動就是代表人類 一個最原始的一個活動 最原始的一個活動 以它表現在表現在競技 比賽啊 競技啊 競賽啊的話 它就叫做運動 同樣的東西 假設它表現在學術或者是教育 這個叫做體育 其實它是一個東西的一體兩面 所以我們一般講的 你講就是說體育 參加全國運動會啊 參加亞運會啊 參加奧運會啊 都運動會嘛 這樣講那個教育界啦 都是講說台北體育學院啊 那個台灣台灣體育學院啊 什麼這些 我們現在有三個 兩個體育大學一個體育學院 還有很多的體育學系 我們體育運動的那個 體育的資源非常豐富 但是最可憐的就是我們這個政府 根本沒有好好去應用這些 這麼豐富的資產 這是我們的資產呢 到底是在 它是代表人類什麼活動 OK 人類的活動 最原始的就是什麼 求生嘛 它從四隻腳 還在走四隻腳的時候 它就在求生啊 所以有一天它站起來啊 變成從人緣就變成人類啊 它還是要繼續求生嘛 它就要去搬那個 亞生的果啦 蔬菜啊 來維持生命嘛 對不對 但是它想要吃那種 要吃那種更精緻的蛋白質 植物當然也是有蛋白質啦 但是它那個植物的蛋白質 比較粗啦 比較粗 它必須要吃很多 才能得到理想事 精緻的肉類都是最好的 精緻蛋白質來源 所以它它就要去打蠟 打蠟 打蠟 你也有時候也會去打蠟 打蠟 很難免啊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定位的意思嗎 是人跟想在打的時代 是時代 人跟獸 在鬥 也是時代 然後呢 隨著人類的結構 開始人類越來越多 它那個組織結構就開始改變 從一個家庭 可能變成一個宗族 然後變成一個社會 然後一個政治團體 然後變成一個國家 它一直在改變 那麼它在改變的時候 它未來要繼續發展 還是要求生存 它還是要求生存 人家要發展的時候 它就會侵略你啊 你侵略你的時候你要反抗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它那個形態就改變了 從人 單純的從人跟獸的鬥 然後變成 變成人與人鬥 它又進展了 又進展了 人與人鬥跟人與獸鬥 是並存的 並存的 那 那 到三千年前的時候 在歐洲有一個很 文明很高的一個國家 叫做希臘 希臘 他們 很 人民很會思考 因為那個哲學 那個哲學那種的研究 是很大 哲學 然後 他們常常都在討論啊 研究 結果他們說 欸 我們這樣 一直在戰爭 一直在戰爭 每一次戰爭都要死很多人 哪一個地方有戰爭 哪一個地方有死人 哪一個地方就有 在哭泣的母親 在哭他的兒子死掉啊 對不對 還是說他的先生死掉了 這是一個很悲慘的事情啊 那這種狀況啊 有沒有辦法給他改善呢 他們就研究 研究來的他們 就得到一個 有一個共識 就說 欸 你如果同樣是要 都在鬥爭啊 那麼我們 為什麼 沒有用另外一個平台 用另外一個平台 來達到 鬥爭的目的 但是呢 唯一不同的是 不會再死人啊 知道吧 看有這麼好康的東西 他們研究的結果就是說 這樣 我們就要鬥 OK 建廠那裡的佈索 那裡的佈索 那裡的佈索 都拿來一個地方 大家來競爭 設一個整個 有那個拆 然後 你 你去 去 去 在建廠的那個佈索 部外部 什麼 跑啊 跳啊 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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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拋啊 等等嘛 還有騎馬嘛 對不對 還有拉那個戰車嘛 還有 到來以後都摔啊 這些佈索 都把他拿拿來 但是唯一不一樣 就是不拿刀啦 不拿武器嘛 對不對 也得 達到這個 鬥爭 因為人類 尤其是男性 就是天生神 照你的時候 就給你多放一點那個 男性荷爾蒙 所以男人就有鬥性 你知道嗎 有鬥性 女性就沒有啊 女性就鬥性就很少 跟男人比 那男性的 必須要滿足你這個鬥的話 OK 你就到這個地方來鬥 這樣的話 就不會死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你的老母 或是你的太太 就不會再靠 我兒子死了 我兒子死了 大家都好 就有一個共識以後 就是說 每四年 來舉辦一次 舉辦 那一年 不可以有打戰 絕對不可以有打戰 誰要引起打戰的話 眾神會給處罰他 會把他消滅掉 那希臘是一個眾神的一個宗教 他們很怕 怕眾神 所以大家都歸歸繼續 至少四年裡面 有一年 絕對不會打戰 那個女人就不需要再流淚了 至少有這個好處 後來他們就選擇在那個 他們有一個地方叫 一個很神聖 敬拜眾神的一個地方 叫做Olympia Olympia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 就來那邊比賽 而且你去比賽的選手 都是要有拿到證據 證明你為了這個比賽 有訓練過十個月 十個月的人才可以參賽 所以所有各幫都會找出他們 他們最好的人 上來這個Olympia那個地方 在那分年十多歲 之後才開始比賽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代表什麼 三千年前 現在的體育運動 就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說 體育運動的歷史有夠長 三千多年前 就已經幾乎都是一樣的 四年舉辦一次 它的目標 它代表的是友誼 和平 對不對 還有文化 現在Olympia也是這樣子 它也是主張的也是友誼 和平 還有藝術 那個 它的 它還在同時舉辦一些什麼 戲劇 音樂 對不對 這是他們歐洲 他們最喜歡文化這個東西 像那個 那個世界足球賽 我們第一次有 三個那個 南高音樂音樂會有沒有 那個很轟動 就是 就是世界運動會 世界那個足球賽裡面 所帶來的 所以 它這個運動會都代表 競爭 但是友誼和平跟文化 這是三千年前就已經形成 它每四年舉辦一次 總共舉辦了三百 三百九十幾次吧 也就是舉辦了一千多年了 後來羅馬文化就興起 羅馬文化興起 他就很嫉妒這個 希臘文化 所以就強制說 奧林匹國運動會 不可以再舉行了 又要用我們的方式 他們就是那個 在那個羅馬技場有沒有 羅馬技場裡面 就那邊人跟人鬥 人跟獸鬥這樣子 都是要流血 要死亡的 他們才過癮 所以到歐洲去 每一個國家都有羅馬技場 每一個國家都有羅馬技場 所以有些已經變成廢墟 有些還可以舉辦音樂會 但是他那個 他這個太殘忍了 太殘忍了 所以就沒有 在世界各國就 沒有流傳多久了 那後來就羅馬文化 羅馬帝國就拜了 然後一直到 差不多一千年以後 18 18的 也就十九世紀 歐洲的一些那個貴族 他們就研討 來講一講 我們再來恢復 奧林匹克運動會好不好 大家說認為好 因為那個時候 常常有很多戰爭 那個時候是很多的戰爭 所以呢 他們就想要 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 那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只是只有戰爭而已 就是用運動會 就恢復 恢復 奧林匹克運動會 就是在 1896年 各位 各位 一百九五年 對我們台灣很重要 我想像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記得 第一次的奧林匹克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是在1896年 1896年 舉辦 還是第一屆 還是在那個 那個 奧林匹克 希臘奧林匹克 那個地方舉行 那個地方我去過一次 我帶選手 一大堆 年輕的 那一年是什麼 2011年 是那個 剛剛911有沒有 那兩架那個飛機去創 紐約那兩棟 兩棟那個大樓 再過三天我們就要出發了 我那一天我在那邊看到那個電視 我說這是電影嗎 這是電影嗎 怎麼有這種事情 嚇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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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的理事長 就打電話 潘教練 那個 你兼領隊 你兼領隊 總教練兼領隊 你去我不要去 沒有人敢坐飛機 真的 我也是心裡怕怕的 結果真的那一年去 我那一次是 也不知道第幾屆的 那個世界青少年的 空手道錦標賽 在雅典 我們就去 後來比賽完了以後 我就安排兩天去 去雅典的附近去 去轉一轉 第一站我就是到那個 Olympia那個運動場 那個設備 當然是沒有辦法跟 跟現代的運動場 比較 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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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 那運動 運動選手 看起來 呂呂的 呂呂的 呂呂穿那個衣服 又流水手 烏龍馬骨 看到呂呂的 第一屆 Olympic運動會 但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對一個運動員來說 那是跟聖地一樣 這個 這個 就是講到 整個體育運動的來源 就是這樣的來的 那現在一定要講到說 那我們台灣的體育運動界 是 是三個 我現在 有關於台灣體育運動界的回顧 我要提出兩個人 兩個人做一個代表 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兩個人 我 我還有我的目的 等一下我會講 這兩個人呢 第一個呢 是 洋窗狂 洋窗狂 大家都知道吧 看年輕的不知道怎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有搖頭的 洋窗狂 那不得了啦 另外一個 叫做 是女生 有男生都要有女生嘛 對不對 女生 激政嘛 就是激政 那這兩個人 我要來 要來證明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待會兒我再講 第一 齁 前面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在台灣 體育運動界 是相偉大的兩個人 我剛才跟他們都有關係 都有一點關係 小小的關係 楊窗光 他在田徑界 田徑界 田徑界 可以說是白人的天下 歐美的選手的天下 幾乎你田徑 來講的時候 你阿祥人 比較沒辦法去摸 去摸 特別是電腱裡面 那個十項 十項運動 十項運動 那更是 他們的禁卵 你們有時候 你們亞洲人 免談 就是偏偏 我們亞洲人 就跟你出一個洋窗光 不是只有去參加你的比賽 是去領導你們來練十項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是全世界 原來前一 他後來就從 他說在亞洲拿了兩屆亞運的金牌以後 他有一個外號就是亞洲鐵人 亞洲鐵人 後來就是送他去美國 在美國加州分部 UCLA 在那裡 在那裡在訓練 如果說在UCL的 世界 天津界 只要是在那邊出來的選手 不得了 那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他有一個同伴 是上一屆奧運會的十項金牌 叫做Johnson 強森 他們兩個做一輪 同一個九輪 同一個九輪 結果 那個Johnson 上一次的奧運的金牌 才變成老二 都是洋窗光在那裡領導 他在破世界紀錄 都是一天到晚都在破世界紀錄 破世界紀錄破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從七千 破到八千 八千破到九千 再上去 沒有 因為那個十項的 紀錄的標準 他的上限 是一萬點 一萬點 洋窗光已經把一個九千萬元了 你如果沒有更快 不曉得哪一天 這個黃種人 一下子弄成超過一萬的話 那這個世界田種的那個連要拿到哪裡去啊 沒有 開天窗耶 所以比較近的 就去改那個 寄分方式 寄分 那個寄分的方式 他們 也是利用這個寄分方式 這個時期 怎麼樣 放進陰魔 他說 這個洋窗光 這個洋窗光 CK一樣 CK 這個CK 這三個 不知道要怎麼 那些 海南都沒有面子 那歐美的選手都沒有面子 這是本來是我們的禁卵 現在差不多幾個都在 大家在替他服務 在寄分的方式上面 給他 加一些陰魔在裡面 什麼陰魔你知道嗎 楊窗光 十行裡面 贏強身 七行 贏七行 只有輸三行 三行就是什麼 三行是 三鐵 三鐵 就是千球 標槍 跟鐵餅 他們就怎麼樣 就把這個三鐵的寄分的比重 給他加重 給他加重 加重下去的時候 這個牆身 這裡可以跟楊窗光 來臂 要不然是 他只是變成了二而已 在楊窗光 所以楊窗光實在是 在世界的知名度 超過那個蔣介石 那蔣介石 我在台灣 神格化 宣傳到 連那個 國小的學生寫作文的時候 他說你將來要做什麼 我將來也要做蔣總統 他已經神格化到這種程度 但是 蔣介石 如果離開 台灣這個土地 三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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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肉 但是如果說到 像是CK一樣 大家老婆 讚讚讚讚讚 這個人 不得了 這是我們台灣人 真是百分之一百 台灣人 阿美族 阿美族 阿美族就是台灣人 阿美族 新冠一米86 我1908年 就當國家隊的教練 到左營去訓練三個月 去訓練學生三個月 遠遠就看到那個 一尊 好像一個塔一樣 在哪裡 那個 那個 李阿美 吳阿美 吳阿美 吳阿美就已經很不錯了 十項的冠軍 楊總廣 都不得不得 我都不敢挖去 所以遠遠在那裡 山陽 山陽 喔 楊總廣 楊總廣 我想要跟她說 我怎麼會去 跟她有一點點 也是2001 不就是去左營 一年嘛 準備2002的虎山亞運 那個 柔道總教練 張向賢 張向賢 這很有名 這在左營訓練中心 很有名 可以是四點就去訓練了 沒有 本來六點 還要變五點 還要變四點 大家 都嚇死了 我帶你來怎麼辦 大家都不要睡 那個高人就是很有名 她說 潘教練 我們來去 頭前 要怎麼吃飯 好嗎 吃飯 大餐廳 可以裝一千個人 大餐廳 都在家中 第一位 第一位 就在吃 看起來好可憐 高通的老人 沒有人敢我去 連我們 當總教練的人 都不敢去 去去去去 今天 那個都不敢去 何況那些 年輕的 選手 都只知道 這個人是 因為是這樣 沒有人敢去 然後 我 那個 張相賢 張總教練 那個優道 他說 我們來去 他說 好 怕來去 就去 去找什麼 包括我總監 他是那個總監 整個 整個 左營訓練中心的 總監督 總監 包括總監 我們陪你吃飯 好吧 好 來 坐 我就坐 坐 我就 拍了他的馬屁 拍了馬屁 我說 報告總監 你是我的偶像 他說 真的嗎 大家都這樣講 大家都這樣講 我說不對 我說的是真的 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哪一年的 那些 差不多 接近暑假的時候 你在 台大運動場 在那邊 練習 練習 跳高 復滾式 那個時候 指導教練 是 美國國務院 派過去的 派一個 洪人 洪人的一個教練 叫做米勒 Mr. Miller 那個天井總會的那個理事長 關松生 他就 也站在旁邊 他用一個拐杖 那個拐杖很趣 可以把他拆開 插在床裡 可以 簡便的那個 依靠 因為他腳不好 腳不好 他一聽都 這人地事物 通通都對 我這個就不是假拍馬屁 我是真拍馬屁 他就跟我講 對對對 沒有錯 那個Mr. Miller 他不是黑人 他不是紅人 我說 第二天我看那個報紙 是寫紅人 他說不是 他是顏色比較淡的黑人 原來是這樣子 OK 我們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開始溝通 然後 打開了他的畫夾子 就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那個 他的歷史 那個是第一手資料 報紙上都看不到的 他不只是說 那個實相打破世界紀錄 他連撐桿跳 有沒有 撐桿跳 他也打破世界紀錄 他說 人類第一個打破五公尺 撐桿跳破五公尺的人 就是他 什麼教練教你的 一般人都會這樣講 他說哪有什麼教練 我就是啦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 好厲害啊 田徑運動裡面 技巧上最難的 就是撐桿跳 就是撐桿跳 他可以破世界紀錄耶 他還給我講 其實他是跟那個 他的rommate 也是一個台灣過去 美國那個 加州分部 有些人去留學的 他是學的好像是理工 那個理工 他就跟洋蔵管說 你這個喔 加州的時候 桿子插下去的時候 你這個角度是多少的時候 你就可以產生更大的力量啊什麼 就是用科學研究啦 跟他講啦 他就好好好 他就按照這樣去做 而且也需要他幫忙 因為什麼 他沒有跳過去 那個桿子掉下來 現在要把它掛上去 一個人沒有辦法耶 對啊 你跳高 你可以一個人去弄 你撐桿跳 你沒有辦法一個人去 把桿子弄好耶 所以那個人就幫他在那裡弄 兩個人這樣弄弄弄弄就打破世界紀錄啦 打破世界紀錄 我的那個 那個記者都會跑來問 你教練是誰 教練是誰 他也是有他的辦法 他說沒有啦 就是我的那個教練 什麼什麼什麼 Mr.什麼什麼什麼 他教練 大家都跑去 就訪問他 讓那個教練 不知道怎麼回答 從此那個教練就出名了 各大學 各中學 的那個體育 體育 那個教師 體育處 都會寫信來要求這個教練 請他去教他們的那個 他們那個田徑隊的那個撐桿跳啦 哇這下慘啊 他根本就不會啊 現在大家都是這樣 這裡也來 那裡也來 後來他去找洋中廣告 S.E.K. 你為什麼這樣子啊 你害了我現在我不曉得怎麼辦啊 他說 我只是隨便講講啊 他說 這樣啦 我要去演講喔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 喔 你們都說好啊 錢都是你出的啊 對不對 我來遊樂啊 我來遊樂啊 現在喔 現在那個教練 去學校裡面 要演講的時候 就跟他說 這個撐桿跳是很難的 我是 我是把這個方向 這個方法 簡單的跟他講一下喔 執行的是他 是他 他比較知道 我們請他 來我們請他來 來跟人家講 比我講得還好 他說洋中廣就去演講 他就坐到下面去 去抽驗去 像這種東西喔 誰知道 報紙哪有寫 我怎麼知道 洋中廣告訴我的嘛 我跟他的關係就是這一點點啦 後來就是這麼一點點 我回報他就是說 我告訴我的隊長 來 跟洋中廣介紹 還有一點就是 洋中廣是我的前輩啊 空手道的前輩 我說喔 怎麼可能 他說我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我在那個 舊金山 不是 羅山基的時候 就已經去練空手道了 還是就拿黑帶啦 哇 這是我們大前輩 我就把我的那個隊長叫來 來來 這是大前輩 我就交代他 以後 你們吃晚飯不可以馬上離開 一定要派代表在那邊等著 洋中廣總先夾子把筷子放下來 的時候 你們馬上要來 要把這個餐盤 拿去倒掉 不可以讓洋中廣自己還要拿盤子 在那邊去丟啊 不可以 不然我就算 算你的帳 我們就 真的 就是有一個輪值的 就看洋中廣 吃了最後一口 筷子放下來 就是替他服務 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但是那個心意 這是一個心意 所以我跟洋中廣之間 我們有一點那個 也心靈相通 後來他是在1997年 我2007年過世 在美國 美國紐約過世 但是在台北 那個濟南教會 有做追思禮拜 我也被邀請去參加這樣子 這是洋床廣 這個洋床廣 他真的 那個夾子是世界體種 夾子沒有把那個 那個運動 那個積分方式把它改變的話 真的是被洋床廣破1萬點 真的 因為我們都很注意了 後來就看喔 他的成績多少多少多少 只換算成過去的那個分數去算 果然是打破1萬點 也是人類第一個打破1萬點的選手 就是洋床廣 就是洋床廣 我們台灣人 正港的台灣人 這個洋床廣 我暫時講到這裡 再來就講紀政 公平 紀政 他是我的學妹 他是我的學妹 他原來是 他是那一年出名的時候是 中上年運 就是現在全國中學運動會 拿兩塊金牌 我那一年也是拿一塊金牌 可是人家從來都不知道我是誰 大家都說喔 有一個紀政 為什麼 因為他的初衷的成績 金牌的成績 跟社會主的那個成績差不多了 一個初衷的小女生 就跟社會的那個成績 就差不多了 所以全世界 全台灣 大家都注目 喔 這個不得了 這是將來的不得了的人物 後來我們學校 就 重金禮聘 當然是學會全面 一切全面 還要給他租房子 還要給他吃三餐 還要給他領用錢這樣 紀政 他家裡也是很苦 他媽媽 那是養母 養母 你會洗衣 你會洗衣 所以不是說 生活很好 有這種這麼好的條件 現在真的就起來了 台北官 是哪個學校的就是 李行中學 李行中學 台北縣 在永和 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啦 關掉啦 那個學校 出兩種人 像這個 第一個 運動員 因為他發展運動 他發展運動 運動員很多 那種 柯南南球隊 我裡面出兩三個 田徑隊 這是運動員 另外一種就是 就是 我們所謂 中國國的那個 黑道 竹林幫 竹林的 樹海 有門的 都不是我們學弟 就是我們學長 不就是我們同學 都是老大 都是老大 我們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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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都在練習 都校隊嘛 練習 我在練跳籃 我有教一個 跟我同一屆的 那個選手 他四百八百 成績都比我好 可是四百中籃 他就輸我了 所以他跟我請教 叫他怎麼跳籃 結果季勝 我看到季勝 怎麼在請他 教他那個跳籃 在念跳籃 我說怎麼沒有找我 我想說季勝 季勝是跳高跳遠 應該是發展是這兩項 哪裡曉得 十幾年以後 他那個跳籃 是世界金牌 世界盃的金牌 打破世界紀錄 九次 九次世界紀錄 一個人家的一生 能夠打一次世界紀錄 你就是 了不起 光宗耀祖 一打破九次 我打破你的紀錄 他馬上又把我打破 我馬上又把他打破 人家又打破他的 然後我又打破他的 一直來 總共有九次 像這種人 人才 在那裡找 有四邊的那個 世界紀錄是在德國 目前 在那裡 在那裡 所以德國人對於季勝時 可以風靡 可以風靡 一大無土 所以非常喜歡這個季勝 甚至於給他做一條歌 叫做東方飛躍靈陽 對不對 東方飛躍靈陽 那首歌的前面就是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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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四千 三四千年前 那些歐林匹 那鐵金牌 那是只有一個 那個 那個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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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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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歐洲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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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博物館裡面去看 就很多那種雕刻的 什麼 鐵柄啦 錶槍喔 那種有一個共通 共通點 都是 都是裸身 都是裸身的 那個時候的運動 運動比賽真的是就是這樣 為了表明公平公正公開 選手通通要裸身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女選手 沒有 連女觀眾都沒有 因為都是裸身的 要怎麼女生參加 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現在我現在在說 既然人家做歌 就是跟那個時候人家雕刻 還有詩人給他做詩 做詩幹嘛 就榮耀他 既然不是人家也在做歌 榮耀他 一個阿舅人 一個台灣人 他可以這樣 讓德國人蜂蜜 蜂蜜 這個就是台灣人 真正的 新得的 他原來是新執四女中 後來就是到我們學校 一年 一年以後我就準備送到美國去 那一年有一個給我印象最新的 人家都說運動員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對吧 激政它是全 全校裡面的分數最高的 你知道嗎 他運動是全國最好的 在我們學校分數第一名 我們學校 高達主委員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學校的校長 訓導主任 教護主任 什麼學校 都是為建國中學 跳出來 成立的那個 大家捐錢 買土地 成立那個學校 所以有很多 原來是建宗的 附宗的成功的 那裡 那裡 沒有考慮建中的 或是沒有考慮成功 還是副中 就 跑來我們那裡 讀書 讀書一年以後再轉學 對不對 所以會年數的很多 變成三種人 一個黑道人 一個運動員 一個搞讀書 都搞讀書 這就是他們裡面的第一名 第一名 所以說 有人說 那個運動員 四肢發展 頭腦簡單 這個根本就是規則但 我跟你講 一定要頭腦最好的 才能夠成為一個 第一流的選手 可見我不是第一流 頭腦沒有那麼好 現在我就說 為什麼我會選這兩個人 我要證明一點的東西 我現在要解釋 林瑪麗醫師 馬接連林瑪麗醫師 他是世界 世界 學育的權威 學育科學的權威 他用他的權威的技術 他去研究台灣人 有85%是平埔族 我們的學育流的是平埔族的學育 不是漢人的學育 漢人的學育只有0點 好像是1% 85%是平埔族 所以說 你說 台灣人要怎麼說 他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我用他們 我拿出來這兩個人 我要證明 我們台灣人的DNA 身體的DNA 比中國人更好 更好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 像電影 到現在 只有一個人 我看上 他真的是 很了不起 我是很愛中國 但是說到這個人 我也不得不 表示正義 這個人叫劉翔 劉翔 他是119人 比較漂亮 因為我也是跳嵐的選手 所以我知道 我那個姿勢是美 非常美 哎呀呀呀呀 平常是我們來看 那個世界 田徑 那些都是在領頭 那些人 統統都是在他後面 趕牙子 趕牙子 確實是了不起 這個流想真的是 也是了不起 可是 中國有15億人口 雖然他是講說 是13億 其實還有2億是 是黑色的 說15億沒有過分 15億裡面 才出來一個這樣的人 我們台灣 在洋傳廣寄證 他那個時代 全台灣嘛 這千多萬人而已 千多萬人而已 我們就出兩個世界級 對不對 這個流想 他在世界的地位 跟寄證洋傳廣 不會比 不會比 還不會比 可能有的人 中國那個奧運會 裡面拿金牌 不是只有 流想一塊而已 還有滾地 體操啊 什麼 體操啊 都好幾塊金牌啊 我在這裡 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 我 我非常了解 什麼叫做 田徑運動 田徑運動 就是追求你 人類 生理極限 他是 生理極限 他是 生理極限 那電競 哪有什麼技術 走就是 走 走 哪有什麼技術 誰人不要走 對吧 你 你就是怎樣 DNA 我拿 拿一個例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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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奧運的時候 有一個 美國 美國 黑人 一般說 世界紀錄 他跑的姿勢是 這樣 依我們的看 說 這種姿勢 怎麼跑這種姿勢 他就是世界冠軍 他就是打破世界紀錄 他的姿勢很差 所以說 這個電競 這個東西 那個技巧 沒那麼遷 但是 他那個 DNA的因素 佔很多 還有 我有說 卡羅伊斯 卡羅伊斯 卡羅伊斯也是 UCLA的 他跟那個 Ben Johnson 在爭 100公尺冠軍 那是全世界 都是在注目 在看的 但是 大部分 都是 卡羅伊斯 卡羅伊斯 拿冠軍 贏他 照理講 這 100公尺 這個 前面的幾步 那都是 完全是肌力 肌力的表現 就是在你的肌肉 橫斷面的大小 成正比 就是你肌肉 越大 越有肌力 一般 像頭兩三步 都 都是靠肌力 那個 卡羅伊斯 他跳 他還要跳腕 所以 他肌肉不能太大 太重 所以 他跟Ben Johnson 在拚的時候 他氣泡都輸 Ben Johnson 可是 到最後的時候 到最後 衝刺的時候 為什麼 卡羅伊斯 就是一定贏 那個Ben Johnson 贏一尖 一尖 一尖 撐著 贏一尖 為什麼 就是因為DNA的關係 我那個時候 還有美國 美國在台的時候 有一個 他們有新聞處 他們有出一個雜誌 叫做 今日美國 我都很喜歡看 他裡面就有介紹 他這個卡羅伊斯 他高中剛畢業 進入大學的時候 他就介紹說 他的那個DNA 就是有一點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 那個 我們體育科技裡面就是說 ATP ATP 就是 你前面八秒鐘裡面 所使用的能量 就是ATP 一個人 最高 只有八秒 那個八秒 可以產生很大的力量 像是說 回家的時候 阿嬤 冰箱三個 就 就出來了 對吧 那個就是ATP 那個力量就是ATP 你叫做 工作人員是不可能 那個 卡羅伊斯 人房是八秒 他剛才是九秒 在那個八秒 大家開始 那個 代謝 轉換的時候 那就是像一個創牆 大家開始 在撥 你看看一百公車 你如果走到八 八十公車 他腳都會撥 那就是 那個轉換 轉換 ADP 用完了 開始 轉入 肝肝肝 那個轉換 會撥 人在撥的時候 他又多一秒 又順利 又過去 所以就是那個一秒 他就是在贏 那個Ban Johnson 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 他的DNA 比Ban Johnson 高一級 所以說 正經這個東西 是追求人類的體能 體能 或者是生理的極限 但是其他的 比如說 那個體操 它是追求人類技巧 技巧的極限 所以他那一天 可以領八休息 十休息 你如果沒有領八休息 以上 他不會說 你要是因為世界要拿金牌 要吃拼 那天井這個東西 我也 我也要給他訓練八小時 十小時 我跟你講 馬上就垮掉了 這個人就被你訓練掉 壞掉了 不一樣的運動 不一樣 他的那個形態是不一樣 所以我就為什麼要拿田徑 為什麼要拿楊重工 那個激政 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在 在這裡就是要證明 我們台灣 這個民族 DNA DNA就是遺傳基因 遺傳基因 比漢人 比他們說的漢人 更好 他們十五億人 我們千多萬人 我們就出兩個世界 比我強的遺傳球 原因就是這個地方 我這個就教導到這裡 回顧 那麼 開始就展望 展望 我是說 這個運動 我有提出三點 第一個就是要改組 一個主要台灣的這個體育運動 要浸一步發生 要浸一步走出來 主要的阻礙石頭 是體委會 這個體委會 因為這個體委會實在太龐大了 都是公務人員 公務機構 體育運動就是要靠什麼 選手 教練 他們的那種熱情 他們的熱情 來支撐這個體育運動 增增至上 不是靠那些公務人員 坐在那裡 體育運動就會增增至上 你是想看看 把這兩種人 把它拿掉 請問體育運動裡面這個空間 還有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了吧 都沒有了 但是呢 這兩個最重要的人 都完全被這個公務機構 完全控制 全盤控制 都是要乖乖聽他的 我2006年 林博士去告美國 我2006年就是告體委會 有體育界 到現在 還沒有人敢去告體育 體委會的 只有我一個 但是我輸了 我輸了 為什麼 他把人家那個制度改 亂改 本來是非常好的制度 他把它改 為了什麼 為了他方便 他不必常常去跟人家解釋什麼 為了他方便 他就把它改掉 結果我訓練出來的學生 從小帶起來的學生 後來我2002退休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國家 國家隊裡面的那個主力 東亞運兩塊金牌 亞運一塊金牌 市運一塊金牌 都是我從小帶起來的 照道理我這個教練 你有 他們有獎金 教練有獎金 我這個是起碼也算是 我這個是啟蒙教練 啟蒙教練 教練 跟帶隊教練 我是其中一個 其實我是兩個 也有獎金 但是他們認為說 這樣分來分去 太麻煩了 通通給這個 在左營帶的那些教練 這整個意思是說 把人家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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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氣 我說你怎麼搞 隨便亂弄 我就給他告他 後來他們就提出來 要請律師 跟法官解釋 他說我們有經過那個法律情緒 什麼法律情緒 他說我們有公告一個月 我說在哪裡公告 我們怎麼都不知道 他說在 行政院的那個 公布欄 我覺得一個 一個運動員 誰去管你是什麼 什麼都 你有沒有改變什麼東西 本來傳統就是這樣子而已 後來我就輸了 但是 我 我告了我至少表達我的 我的 我憤怒 那 這個呢 我跟他們已經交過手了 所以我知道 問題就出在他們這個 公務員心態太重 公務員心態太重 這是第一點 就要改組 以後 這個 這個公務 還是需要 因為什麼 有一些東西 還是需要他們 譬如說編列預算 譬如說編列預算 你叫這些教練 那些選手去編 編列預算他會編嗎 那就是請公務員 你們這次公務員是專業的 他們都很會念書 都要靠 因為中央機構 都要經過高考 都是一流的念書的人 你去替這些體育界 來編列預算 還有爭取預算 你要到國會區去爭取 你不能隨便叫一個運動員 去國會去爭取 對不對 那你去爭取 然後 你給他們 他們在使用的時候 你要來監督啊 對不對 還有他們要來報銷的時候 你要來 你要來 你要監督啊 這一系列 就是歸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人 體育運動的人都不會 你們就來替他們做這個事 其他的 你所有的業務 統統要放出來 選訓賽發展 這個全部都要拿出來 給真正 有對運動體育 運動有什麼 非常熱心的 有些那個熱心到說 夫妻兩個人的薪水 都在養球隊 你看看 租房子 養球隊 好運 租家做運的 爸爸媽媽一樣 學會什麼 教練在服務 像這種人 才是我們體育運動界 需要的這種人 這種人 要把他帶出來 讓他能夠發揮 用國家的力量協助他們 這是第一點 改組 第二點 我剛才講過 我們有兩個體育大學 一個體育學院 還有很多大學裡面的體育系 那些都是很龐大的知識資源 我們沒有好好用 我所知 因為我每一年參加那個 大戰運動會 我就在那邊 那些教授 我們學校 我最次拿幾塊金牌 拿幾塊金牌 我心裡在想 這是什麼金牌 算什麼 我的金牌都是國際的金牌 亞運的 亞洲盃 世界盃 或者是亞運 奧運 拿金牌 那才是金牌 你在這裡 學校 大學裡面的 金牌那算什麼 但是他們很滿足 他們 花多少國家 還有他自己 還有國家 花多少時間 金錢 來訓練你出這樣的人 結果只是用在這種 這種學校 學校之間的比賽 這個社會體育 你有沒有去幫忙 OK 我們就要運用股價的力量 國會的力量 要給他加進去 教育部 你要升等 你副教授要升教授 OK 我要看你一個項目 就是你對社會體育 有沒有曾經有過貢獻 有沒有 請拿出成績來 有 OK 升上去 沒有 你等一下別人有 先升上去 或者是你要當院長 對不對 當系主任 那就要看 你有沒有去幫助這個社會體育 主動的或是被動的都可以 你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成績 那就是把他的資源 把他的資源 要把它拿到社會體育來 社會體育才是面對的全國際 那他們的這個才能 他們的智慧 他們的智慧知識 學問 才能夠發揮出來 不是發揮在那個大專運動會裡面 那個學校對比 對學校 這一點 我要把它拿出來 要以後就是這些要教他們走出象牙塔 知識要走出象牙塔 要到社會來 然後第三點就是對教練的定義 一定要重新再蓋過 因為金牌是教練的工作 金牌的設計者是誰 教練 不是選手 選手他是一塊白紙 你碰到這個教練是好的教練 這個好的選手就會變成一個好成績 你再好的人 你碰到一個不好的教練 你還是教白卷 對不對 所以教練他是從小 從小要培養這個孩子 那不簡單 我就是 我用怪的 用騙的 用怪的 用騙的 騙學校 騙家長 騙選手 說你跟著我的話 簡單 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在騙 我 喔 你要去補修嗎 不要啦 你對我就好 你兒子如果對我 我保證你 學校學校學校 學校學校 學校學校學校 補修和大學 蛤 真的 當然真的 排胸部 事實上 我是校長嗎 我又不是校長 我怎麼憑什麼跟人家講說 我保證 念公義 念什麼 那不是在騙 不是在怪 不是在什麼 問題是 我如果不跟人家騙的時候 這個小孩就去補修了 我都不 無常 不兵 我是要做什麼 對不對 這就是 教練的 用心 用心計較 這個選手 把他放在旁邊 現在技術的部分 都要去研究世界 什麼 才把他團合 才去這樣 破融金辦法 到後來可以去 拿到一塊 世界的金牌 阿祥的金牌 是這樣 這樣來 世紀者的人 教練 那不是那個選手 那個選手 是就他的身體 去拿到而已 整個 規定 都是這個教練 因為那個小孩 是從小孩 這樣 拆不起來 我 關到這裡 那個 我是 我是要 講 到幾點 我的時間到幾點 那個 同學 同學 三點半 三點半 還可以 講到這裡 我相信 讓我這三行 下去 改革 由 國家的力量 來協助 我敢保證 十年裡面 我要 亞洲 絕對進入 前三 前三的那個 金牌術的國家 十年 因為什麼 我看過 已經前五了 我已經 兩千 一 九 七 一九九八 它已經是 已經是第五了 我再拼這個 就真的要前三 如果世界 要變成 前八 前八拿金牌的 我要 想辦法 要弄進去 你知道 國家的力量協助我 我用這三個 四三個 我足 就可以了 因為 台灣人 DNA 是非常優秀 頭腦非常好的 絕對沒問題 你看看 王建民 對不對 那都是世界一流的 曾亞寧 對不對 那個都是世界一流的 曾亞寧 我 1997 1998的時候 在桃園在那邊集訓 集訓一年 亞寧他們 他們也是小女生 國眾 就在那邊打 好可愛 真的 看那邊一群小女生 在那邊打高的舞球 打得好可愛 真的很喜歡 果然他們現在都是 拿世界 還有網球 等等 我們有啦 我們是絕對有這種人才 只是沒有好的制度 沒有好好的去抓住重點 沒有用國家的力量去弄 這樣就可以的話 我敢保證 20年裡面 我要舉辦一次奧運會 而且要進入前八 拿金數 我相信我做得到 因為我看過 我走過 那麼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就會想 體育運動就是 你們九年選手的事情 到哪有什麼關係 好像沒有關係 但是我告訴各位 這跟大家都有關係 我舉個例子 有一年我帶 也是那個 遺地訓練 我到歐洲 我選那個 蘇格蘭 斯克蘭 住在那個 艾丁堡是第一大城 第二大城叫做 Glasgow 我那個是威士忌之鄉 大家喝威士忌很高興 Glasgow 為什麼選那個地方 因為 世界空手道聯盟的 裁判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蘇格蘭人 他就是住在那裡 我跟你講 我就設計 我要到那裡去 遺地訓練 蘇格蘭的空手道 坦白講 在世界裡面是五流的 五流的而已 為什麼要到那裡去 其實衝著就是 那個主席 那個裁判委員會的主席 我要讓他知道 這就是台灣 這就是潘教練 這個 這個 什麼謝教練 那個謝教練 是我的下面的一個教練 他是大學系主任 他是大學系主任 我就是要讓他去 常常看到我們 到那裡去 去練習八天 一天給他兩萬台幣 一天給他兩萬台幣 給他 我們就從Glasgow 還要中央車站 還要坐火車 到Yinaka 再鄉下去 然後到他那裡去練習 這樣 來來去去 有一天我們回來的時候 突然發現說 怎麼搞的 整個中央車站 全部都是人 男男女女 女女女老老幼幼 我都是人 又進來的火車也是 也都是人 我說奇怪 怎麼這個樣子 我們人都 我們整個隊伍都被衝掉 都叫我衝掉 衝掉 衝掉 還好大家都是 我都是 國手或是準國手 他們都知道 要怎麼回去 跟他們的理事 自己回去 我就去問 問火車站的工作人員 說 為何今天是浪漫 浪漫 人 他說 齁 塑克 他的態度就是說 卡丘啊 欸 他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那麼笨啊 你不知道這卡丘啊 這樣啦 塑克 塑克 我這樣體會到 喔 對啦 足球在歐洲是什麼樣子 啊 不是個人的 不是選手的 不是教練的 是全民的 嘿 嘿 我們去到歐洲比賽 看他們在 跟他們國的選手 在加油的時候 我們會 哼 我是觀眾耶 我是教練耶 所以他會嚇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訓練 他們那個足球 齁齁齁 只要有人贏 他們在隊贏 喔 嚇死人 我在沙烏地的時候 就這樣 這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五 他禮拜五就是 等於我們的禮拜天 都有那個足球聯賽 決賽 如果禮拜五 我住在禮拜五 我就住在禮拜五 我住在禮拜五 我住在禮拜五 我們都會打電話 給 我們住在禮拜五 都會有 人家的台灣人 商人 什麼什麼都有 就跟他們說 欸 今天禮拜五 禮拜五 禮拜五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晚上有 沒事的話 就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 喔喔喔 那個飆車 QQ 喔 連那個 七八歲的小孩子也在開車 QQ 你看你會怕死 七八歲的小孩子 你說 欸 怎麼可以讓那個小孩子 有啊 他有執照啊 他們那個國家就是這樣子 他有執照 因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們那個國家 女人喔 不能塞車 如果老闆 死了 大小 就要大小子來頂 大小子七八歲而已 你 你 酒 只能塞車 所以你不得不要給他 執照啊 所以他就這樣 站著喔 因為他人家 這個時候 要加油就搞不定了 就要站著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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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看來後面就看來 哼哼哼 每個人都塞在旁邊 怎麼塞 待會過了 喔喔喔喔 才塞 很舒服 外國的那個風俗 很好玩 啊 啊 那個也是一樣啊 整個男女老幼 我家裡了喔 整個街 整個路喔 兩旁都是酒館嘛 英國人最喜歡喝酒嘛 他酒館一大堆 啊就 喔喔喔 裡面都唱歌啦 外面也在跳舞喔 唱什麼呢 喔喔 那個時候我才覺得 喔喔 體育運動 不是只有選手跟教練的事情 這是 這是 全國的 全國的 人民的事情 大家人的事情 喔 啊 啊 我又聯想到說 英國我們在看那個掃棒的時候 是什麼 對啊 一到掃棒 在掃棒了 喔 威廉波特 在打掃棒的時候 台灣都是 半夜 啊 就要看到天空 第二天喔 新郎在掃棒 老闆也在掃棒 學生在掃棒 老闆也在掃棒 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算啦 沒關係 今天沒關係啦 大家知道說 大家在拚掃棒嘛 對吧 所以 可以說 在台灣差不多 有一半的人是不是這樣 那麼這個 體育運動 就是大家的事情啊 不是個人的事情啊 這一點就可以做出一個證明 但是 就是 你要將 體育運動 可以發展到變成全民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要什麼 要很好的成績嘛 你就是要好成績 你每次出禮比賽就是誰買名 誰人要去幫忙去看你 你根本就沒在看 為人是那個 你就要這樣拚到 這樣 這個運動在 在世界 好 在阿州 都第一 第二 好 在掃棒的時候 那些全國的人 日本的人 大家都這樣 都可以看 就是這樣 這個工作 是誰人在做 選手跟教練嘛 你要把這個體育運動提升起來嘛 最後就變成全民啦 你如果有那個 那些 政治感情 政治感情 那些人 你只要去看那個 富哥人 那些人 那些人 他絕對會覺得 這是票啦 這是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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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一票 都是票啦 你如果有那個 那些資產 或是說 哦 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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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說 這是全民的事情 我們國家會發展 你要戰爭下去的人 但是你要在 奧林比股拿金牌 拿得很多的時候 讓大家也認定你是世界第一 共產國家一百多年來 證明共產主義是不適用於人類 為什麼共產國家還存在 它就是靠運動 古巴 棒球 拳擊 那都世界一流的 中共發展 乒乓 體操 他就可以在世界裡面 至少讓他的人民說 他們來管還不錯 所以說 這個運動是專門的事情 如果是讓專民 大家都會對運動有興趣 有興趣 來參與的時候 人民的身體健康 跟他的生活的品質 對改變 對改善 人民對共 國家對付 國富民強不就是我們來建設 這個台灣民政府最後的目標不就是在這裡嗎 對不對 好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還剩下半個小時 讓我 大家說現在 我講一個故事 好嗎 我講一個故事 因為我這個武功 放在心裡面 這麼不完 這麼不安 就別鬆開 我說有一個公司 有一個公司 叫A 它有一個很好的產品 非常好的產品 它要到國際上去發表 要發賣 這個公司就是我們 那它的產品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要到美國去 向國際社會要去發賣 要去宣傳 要去確認 我們派了代表 派了代表 業務代表 公司 當然是業務代表 派了業務代表 到美國去 去宣布 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說 當然你不曉得什麼原因 他們宣布的是 B公司的產品 傻掉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的董事長 其實就是美國 跟我們對口的那個單位 他在美國他看到了 怎麼這個樣子 所以跟這個公司的總經理 這個公司的總經理是誰 就Mr.Lin 我問你怎麼派這些人 你是怎麼訓練的 你叫他們馬上要改過來 他怎麼有可能 他說你去看看那個錄影帶 他一看 哇 果然是這樣 所以他就一直聯絡 一直聯絡 說 你聯絡代表團 那個業務團 集務團 會團長 就跟他講 要跟他講話 他不接收 他不接 他不接 他只有打給那個潘 潘副主席 請他轉給那個聽電話 那個蔡 蔡先生 蔡博士 聽電話 蔡博士說我不聽 我不聽 後來他怎麼講 為什麼這樣子 他說 這樣在外 君命有所不同 他就跟他講話 他就跟他講話 你已經是這樣 人家要跟你糾正 我沒聽 說有君命 他好像還有那種道理 拿著月會那一套東西出來 你會這樣 我看到這個 在美國的這個董事長 這個公司的董事長 他就 他就 好 那我來寫一個聲明 請你們的那個代表 去來宣布 一個字都不可以跟我改 好 就傳給他 傳給那個代表的團長 團長是怎麼講的 他說 我不管 我才是不要讓美共 平靈在走 不是說美共 應該是我在說 國術是公司 他說 我才是不要 不要讓當事長 平靈在走 你看 你說這個怎麼辦 所以這個董事長 就跟那個總經理講 你馬上要給我做處理 一定要到我滿意 你沒有明確處理 我這個公司要關掉 這個公司要關掉 很簡單 我本來是跟你對口 現在我不跟你對口 就等於這個公司關掉 這個林總經理 這個總經理 嗨一看 不得了 這個一關掉的話 我們還有三千多個 職員 我們都 這個公司裡面還有三千多個資源 包括你 我 對不對 這裡人要幹嘛 不然都沒有頭 不然都沒有 事實上就是說 你在無形中的保護網 撤除嘛 你要生你死 你們怎麼回事了 像這種時候 你會想說 這個總經理 是不是要有精明確 做得要精明確 要做處理 那些人 OK 他也跟他 那個頭子玩家說 這都是我的精英中的精英 這十七歲而已 你都說 叫我都要沾到 定義我 兩雙手兩斤 他才叫他沾到 我要做什麼事 拜託 到最後就說 好 沒有 那已經有回來了 有在 原來在那個所在 表示抗議的 那些人 就不要處理 就算了 其餘的通通要處理掉 所以 總經理 他未來要維持整個大局 整個大的公司 這個公司 繼續能夠 能夠養 我們還有三千多個 的職員 在這裡 所以他就這樣處理 那麼今天呢 他們回來的時候 就開始 手 靠條 手 苦情 我們在那邊好努力啊 結果在空通的時候就已經被開除了 用這個 靠條 這個 來在 在一些人的通情 通情 我們台灣人 心都軟 都要看靠條 有些人 真的就被靠去 我 這 感覺我沒有在台 跟我這個局也無關 所以我保留 柏林政府 我就是 我就是 我沒有中 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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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來 我 地理 生活中 很難 大概就是 我們 但最近我們台灣民進府所發生的 優秀以來最大的一個大大堂 但是這間公司還不知道 不然不知道電腦更加用 英國的當事長都沒辦法插 現在知道他沒插不可以 所以現在說九尾車要再辦一次 比這個更大 因為我們辦一次集會 那集會是很困難的事情 開錢又要這樣 你要請人 你要請美國人來參加你的集會 有幾個人能夠說我可以找一個 美國人 白人來參加美國辦的集會 那有辦法嗎 沒有 那時候的主席 連一個人也沒辦法插 他不要說沒一個人有辦法插 但是那個集會是100幾個白人 比我們台灣人還要更多 那就是三人辦的 美國辦的 美國政府辦的 如果沒有他們辦 我們每個美國人 白人 來35的 和流亡政府在華盛頓DC辦的 雙施節9會 就是這個情形 白人都不敢來 沒有人要去 都幾個 慘不慘了 村的都是一些發酵 那就是他們的 我真的了解 因為我在天下 在沙利也是這樣 像是在那天的時候 我們也在華盛頓DC 200幾個都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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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他們做外交 要對上 沒有人來 沒有人 這我很了解 他們在外交 沒有外交 只有內交 他這個內部的延伸而已 他們自己裡面在那裡 因為每一個餐室都有 一個月都有五千塊美金的 那個交集會 你這個餐室 他那個餐室 我請你那一組的人 這一次好不請 下一次你來請 大家輪流 五千美金把他用完 這我們都很清楚 因為我都吃得對 我都吃得對 現在英國是辦酒會 沒有辦記者會 四月二五是辦記者會 還要辦記者會 沒有酒會 這邊酒會跟記者會 要做一會辦 這是真的很不簡單 如果沒有美國出水 我們出水不好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人 可以請很多外國人來 沒有那個能耐 現在美國 美國說 好 你們只要派很少的人來 我會讓你們看到 你們嚇一跳的場面 所以 所謂的就是 危機也是一種轉機 這個就是看到啦 看到啦 是危機 確實是危機 上一屆的這個高級班 是兩班 開兩班 這一屆講完了 我還要再去講那個 沒說了 沒說了 這邊就 只有這麼有地匪的 人家來在這裡 很多人就是受到影響 當然是危機 但是我告訴你 危機就是轉機 我就講 只要美國那邊神龍一顯 神龍要跟它背一下 就都回來了 今天我就聽到了 聽到了 因為跟美國那邊 早上有聯絡在台北 就是要讓你們 非常的驚訝的場面 讓你們強 這就是我希望的那個 神龍一顯 就是因為這個危機而來的 所以危機是轉機 這種現象 也看出說 智慧跟平庸 分別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受到影響的那 那就是緣分比較少 另外就是有緣分 有緣分 我剩下10分鐘 我想就講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大家舉手看看 有沒有 沒關係啦 什麼問題都可以 好 請 國球 台灣有國球 台灣有國球 從字句時代就有 就是棒球 棒球就是國手 國球 不是不可能再建立另外一個國球 還可以啊 像Rugby 那個 橄欖球 這個不錯啊 還有足球也可以啊 我們的那個 軟式網球 是世界第一耶 我們軟式 硬式的 是有一兩個是已經有突出了 但是軟式的 在世界 我們是第一 將來可以 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很多的選擇 但是棒球呢 已經到現在來講 從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那個什麼 甲子園有沒有 甲子園 我們曾經拿到銀牌吧 那個甲子園是日本的一種精神的 一種象徵 我們在那邊已經是拿到第二名了 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是棒球 還是我們的那個國球 再發展一個球 沒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說你們是 海拳道 空手道 空手道 前幾天在上海 那個海拳道那個是 在上海是吧 那個是陽淑君是吧 陽淑君 那個是這樣子 那就是一場誤解 但是他們那個裁判團 裁判委員會 他就是要拍這個中國的馬屁 你知道嗎 他就把它擴大 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當時的約定 沒有寫清楚 所以他當時就用原來舊的那個器具 那那個比賽裁判說 你那個不符合規定喔 那馬上去改 這個是我們比賽都有啊 你那個服裝 破破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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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那個裁判可以叫你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你馬上去給我換回來 有啊 比賽 我們工作到也有這樣的比賽 他那個不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他馬上就拿回去換 換來 OK 弄好了 裁判已經檢查 OK 可以啦 可以比賽啦 好 就比賽 開始 這就沒有事了 結果中間那個人查進來說 他那個剛才有怎麼樣 他大概是他們在那邊討論說 他可以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因為我自己也當過國際護神 我沒有到主神 護神 我們都知道 這運作 結果人家已經換好 已經開始比賽了 他不知道 所以下去說 他那個是假的 他那個是違規的 結果一看 沒有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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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滾蛋啊 人家繼續比賽啊 不是 那個是 那個是賤小斷收起 就開始就 剛才他那麼用 他那個心不好啊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就要判違規 換規 硬是這樣子 所以楊樹菌才會 大家都傻掉 楊樹菌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他就拒絕下來 他又加上一條 他拒絕下來 他拒絕比賽什麼 硬是把他拗掉了 硬是把他拗掉了 這個是我站在一個專業的立場的看法 就是說 完全是拗的 完全被拗掉 拗掉 拗掉了以後 他就後來禁三一年嘛 我跟你講 禁三一年喔 那個心情什麼各方面都受影響 因為你要爭的是金牌 稍微有一點賞失 就沒有啦 所以才會說 後來他的成績就沒有辦法 要不然 那場比賽 那個越南的選手 我說 那個越南的選手 他就是去跟楊樹菌 提包包 跟在後面的資格都還不到 他們的成績相差到這種程度 結果就被這樣拗掉了 果然一年以後 他心裡受影響 所以他成績也不如預期 好像是第三嘛 是吧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還沒有問題 這個臺灣民政府的事情也可以提啊 我希望說大家 跟各位講 不會有影響 林牧師他就宣佈說 我不再回應了 我不再回應了 就向前走 美國今天就來台北了 兩個 他們出現一定是兩個 他不會有一個 一個監督一個啦 光拍照就是這樣 兩個 已經今天早上都談過了 你們就是繼續走 不要管他 那沒什麼聊不去 那就是台獨嘛 就是台獨 台獨他們跟不上台獨聯盟 台獨聯盟 那個是大學教授 學者 專家 要不然就是大企業的 大企業的 大企業的 我講一個故事 我不曉得我哥哥同不同意 他就是其中一個啦 他從前還要被 他拿到佛事的時候 還收買他 回台灣來做 按照集團的 你知道嗎 那個喔 那個是大學教授 你都不 你也跟他們比 比什麼 你能夠跟他們比什麼 對不起啊 我跟你講 我忘記說這個都是對外開放的 沒關係啦 這個是台灣人的本色嘛 對不對 我今天講的這個就是要講給他們聽 有 你來找我 我吃青霉等你 好 今天我講到這裡 好 謝謝 請各位好玩 起立 走 休閒20分鐘 谢谢大家